你们觉得他应该坐牢吗? 事情是这样的 当天晚上张女士跟同学聚会喝了点酒 到了家门口发现门没有关 当下他就觉得不对劲 他就慢慢的走到屋里 他走到屋里一看 发现小偷正在偷东西 他没有等小偷反应过来 张女士三下两下就把小偷给自幅绑起来了 因为这个张女士是个跆拳教练 这个时候他发现小偷长得挺帅气 张女士没有报警 他趁着这个酒劲 直接就把小偷给强办了 然后才把小偷放着 可是小偷出来以后 越想越觉得憋屈 然后他就上派出所报案去了 可是咱们国家法律有这么一条规定 女人强暴男人不能构成犯罪 这警察只是对张女士进行批评和教育 却把小偷给抓起来了 因为入室抢劫 属于违法行为 你们觉得小偷冤枉吗